我好像需要一个大心脏吧 我们领导以前经常跟我们说 需要能吃能喝能睡 会就是入职啊 包括面试的时候的一些情形 其实都能想起来 还挺有意思的 就当时还挺放松的吧 因为毕业季其实面试也非常多 面到后期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比较放松和自如的状态了 但最后一个面我真正的固执的时候 那天我在发高烧 当时我们是一个叫做assessment center的一天 大意就是说 今天要进行一整天的各种各样的测试 比如说关于技术的 然后包括关于智商的 然后小组面 还有这个公司领导的面试 而且是若干的领导的面试 所以它叫做这个叫评估中心吧 它是一整天那个面试 那一天呢我在发高烧 所以当时其实还是觉得头昏脑胀的 这个五迷三道的面了一天 就觉得当时还挺有意思的吧 投行需要一个大心脏吧 我们领导以前经常跟我们说 这个需要能吃能喝能睡 我觉得就是适应 适应为主 我觉得人是非常强大的 适应能力其实也是很强的 当你知道你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只要你内心是强大的 我觉得适应起来相对还是容易吧 提醒他们准备好 他们即将步入的是一个工作强度很高 对自己的能力挑战也很大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就是永远要在自己心里排你手里的事情的优先级 永远是先把这个重要和紧急的事情先做完 不时地要去重新地去检视你手里的这些工作 永远在排优先级 另外要自律 还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吧 好